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人最难战胜的往往是自己的心魔 陷入偏执难以自拔 常常是悲剧的开始 每个民警的侦办记录中 都会有一些案件留下特殊的印记 2011年9月21日 贵州省雷山县公安局的刑警 就遭遇了这样一桩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离奇案件 案发现场位于雷山县丹江镇境内一条乡村路旁 当天清晨 过路的村民被村路旁水稻田里的情景吓坏了 因为他们发现 那里竟然捣握着一具上身赤裸的男尸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 眼前的情景让同事行政工作多年的他们 也感到十分震惊 我们就感觉到他不是一般的卸张 实际上那个刀伤啊 比较多 运气伤那种 如果法医检验的话 现在检验都22刀了 是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让被害人遭受到了这样一场劫难 目前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尸体上方的乡村公路上 留下了被害人的一只血和少量血迹 通过对现场痕迹的进一步开验 警方确定 这里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那么被害人的尸体 为什么会出现在公路之下的填坎里呢 扩大搜索范围 警方在公路下的草丛里 发现了大量血迹和踩踏痕迹 通过尸检可以确定 死者被害的准确时间是在一天前 也就是7月19日晚间 至此 警方已经可以还原出案发时的情景 死者应该是在这条乡村公路上被袭击后 出于逃生的本能 逃到了公路下的稻田里 这还有那个邪人应该是追下去的 应该也是从那个路肯上跳下去追杀 从公路到下面的水田 有两层楼那么高 虽然灌木草丛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但跳下去也相当危险 被害人为求的一线生机 纵身跳下可以理解 那么犯罪嫌疑人也不顾一切的跳下 又是为了什么呢 从天坎下草丛里遗留的大量血迹可以得出结论 被害人正是在这里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从视表检验来看 刀伤都集中在胸腹部 用刀的部位和我们的力道也不一样 有声有钱 那个嫌疑还有那个抵抗伤 我们就分析应该在现场有一个打斗的过程 现场的一切让民警看到了一个手段声色 但下手狠毒的犯罪嫌疑人 他到底是谁 又为何要实施这样一场不顾一切的袭击 而就在尸体附近的一部手机 让这个毫无头绪的案件有了一个突破口 像什么很欺小 他身边就只有一台手机 就放到他身边 现场附近并没有发现与案件相关的其他物品 这个出现在被害者身边的手机 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证物 要么和死者有关 要么和凶手脱本干系 手机的主人很快被确定了 这是一个名叫叶玉林的本地男人 而当民警进一步核实手机主人的身份后 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他的身份和这场凶杀案反差实在太大 完全搭不上关系 机主 对针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展 但是一个年轻的中学音乐老师刚刚结婚不久 无论是工作性质还是生活状态都应该是和诗情画意联系在一起的 他怎么会陷入一场凶案之中呢 确实是人之后 想不通 怎么一个老师会被伤到野外的野外的天哪上 并且他使得被伤到不然残忍 他不是一般的命案 现场和学校隔得又分长远 这个地方也不是他的成熟地 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学校的老师到这个地方 这起凶杀案和死者的身份搭不上关系 和当地整体的人文环境更是形成强烈冲突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被誉为苗族文化中心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让雷山成为了旅游的新热点 雷山是我们贵州全东南 来自我们西部的一张旅游的名片 那么随着雷山的智能度 美誉度这样的攀升 不断的攀升 那么这一块来说呢 就是给公安局官 就是如何要保平呢 G21案件是否能顺利侦破的意义 已经不仅仅限于案件本身 案发现场凶手的作案手法 让民警有了一种推断 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 是否有什么瓜葛 牵者才会如此痛下杀手 警方希望能够从死者的社会人际关系上 找到突破口 然而走访了被害人 何时死者的身份 竟然是一个新婚的音乐老师 这起凶案到底为何发生 致命爱恋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根据凶手不顾一切的作案手法来判断 他和死者之间应该有一些矛盾纠葛 警方决定从调查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入手 看看是否有什么矛盾点存在 可是调查下来 叶玉林的同事和他的学生 重口一词地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死者叶玉林是一个年轻有为 专业突出 对工作努力的优秀的音乐教师 一个得到如此肯定的人 却遭遇了这样一场飞来横阔 这背后会隐藏些什么呢 这案子确实应该有很多引擎在里面 案发的7月19日晚上 叶玉林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谁又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呢 他的同事陪影或者亲人 最后离开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 不然就是很关键 警方了解到 案发当晚10点钟左右 叶玉林和他的同事在一起 当时他们都在当地的一个小广场那里聊天 这时叶玉林接到了一个电话 同事说 当时叶玉林接到电话后 骑着自己的摩托车马上就去了 走得很着急 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呢 这好像是叫他去接什么一个包裹 这样在司机上接一个电话之后 他就离开了他的同事 根据同事的描述 叶玉林接到的是一个要他取包裹的电话 调取了叶玉林的手机通话记录后 警方发现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一个没有姓名记录的陌生号码 根据时间推算 这个电话应该就是那个要叶玉林去包裹的人打进来的 民警相信从雷山县城大街小巷安装的103个城市监控探头里 总会有线索被找到 从叶玉林离开的广场到最后被害的乡村路之间 经过实地试验 民警推断出了被害人最可能选择的路线 在这段路途中 有五个监控探头能够捕捉到路面上的情况 从监控中 民警果然有所斩获 这段视频中虽然看不见骑车人的容貌 但是结合被害人离开广场的时间和当晚穿着的衣服 以及他所驾驶的摩托车型号来综合判断 骑在摩托车上的正是被害人叶玉林 从另一个监控探头的画面中 民警再次捕捉到了被害人的身影 就在这段视频中 还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画面 摩托车上除了死者外 又出现了另一个人 他刚刚不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坐在车上的 然后到了风雨桥的时候 应该就是两个人 这个突然出现在叶玉林摩托车后座上的男人 又会是谁呢 联想到之前被害人接到的举包裹的电话 民警对他的身份有了判断 那个举包裹的神秘电话 应该就是他或者与他有关联的人打进来的 对 录像上可以比对出来 这个人的身材比被害人叶玉林高大 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叶玉林身后的陌生男人 从被害人家属那里 民警又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半个月前 他在家里也曾接到过类似的电话 我们调查了 他老婆有说过 他家里面以前也有人打电话给他说要去取包裹 所以我们就现在分析下来是不是有人一直想把他约出去 他也不好说 原来被害人不止一次接到了要他接包裹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 目的是否真的是为了让被害人来去包裹呢 一切谜底都要到找到这个神秘来电的主人后才能揭晓 追查这条线索却出现了十分反常的结果 打这个号码居然是使用的 还有人在用 按照常理推断 这个被高度怀疑用于作案的号码是不可能再次被使用的 但是这个号码居然是通的 这让民警感到很迷惑 无论如何 必须找到这个打电话的人 警方得知 正在使用这张电话卡的可疑人员 是一个性增的小老卡 当民警出现在曾某面前 问他为什么被害人手机上的最后一个电话 是他的电话打进的 曾某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曾某说 二十号的早上 他在自己家经营的小店门口 捡到了这张手机卡 经过调查 曾某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手机号码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民警调整思路 决定从被害人当天携带的物品入手 被害人当晚是骑着摩托车走的 还背着自己的小包 而在案发现场 摩托车和被害人随身携带的废包 就都不见了踏车 专案组马上在雷山县乘关设置卡点 检查过往的摩托车和驾驶人员 查看摩托车的车架号 以及是否存在套牌驾驶的行为 同时向周边县城的公安局发出了戏查通报 很快中案组 重大进展 然而这辆死者的摩托车 能够让警方找到凶手吗 那个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追踪被害人生前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 警方从监控录像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体 这个号称是送包裹的人 难道就是凶手 被害人丢失的摩托车找到了 案件是否可以画上漂亮的句号 致命外面 天网栏目正在摩托 案发当晚 被害人驾驶的摩托车有了下落 警方连人带车一举拿下 可是就在大家认为 侦破有了重大的突破时 嫌疑人的供述 却再次超出了警方的预判 使用车轮他就说了 他就是在砍你 砍你二楼那里了 简单 随便便就顺便清阳 当时我跟老婆在外 外在旁边开到摩托车停房间 老婆去看 要什么办 他讲 我们在外 有摩托车都要准备把我们投回家去 和手机卡一样 摩托车又被称为是捡到的 事情的真相果真像杨某摩托车说吗 我调查下来 急确是这样 摩托车 急确是从路边 把他偷走了 看来是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 利用摩托车逃到了凯里 便将车丢弃在路边 只不过是被杨某某等人 误以为是车祸所致而占有了 至此摩托车这条重要线索也无法继续了 大家的心情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样 从最高处被抛到了谷底 但是坐刑警工作带都有一种越战越勇的性格 不管中间有多少的波折 他们一定会努力接近那个真相 被害人的摩托车已经有了着落 而他随身的背包却还是没有踪影 如果找不到背包的下落 那么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彻底排除 警方扩大了对案发现场的搜索范围 增派人力采用砍山的方式 清除现场周围的灌木杂草 就算绝地三尺也要有所发现 结果证据就在这个树丛里面 就发现了被害人的包 小背包 它的证件和包里面的这个人民币 写记 贵州人民币这些都在 被害人的背包终于在山上的树丛里被发现了 这个收获让案件的性质更加惊喜 这些人啊 他不足踩 车他不要 那么他现前不要手机 包不要 他说车都不要 当时他们又当时愁杀 这时又一条重要的线索被摸牌了上来 有同事反映出 被害人生前曾经接到过一个充满威胁意味的短信 发现的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王某 知情人回忆 当时在课堂上 被害人叶玉林曾严厉的批评过王某 会不会是老师严厉的管教 让王某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造成了这场悲剧呢 但对王某的调查 最终又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短短两天时间 三条主要线索都被否定 一波三折 线索三次 出现了三次 我们就感到这种案件很快就破了 但是这个排查下来 马上就给他 复顶掉了 警方仍旧抓住死者生前接到的这个电话 进行深入的调查 因为打电话约走受害者的那个神秘身影 一定和这个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案件性质的判定 使民警坚定了一个方向 那就是凶手一定就隐藏在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人中 下了两手 杀了那么多刀 这么处心极力的 惩罚那么整个作案的过程 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到这种伤心病狂的那个时候 我们一想 那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怎么呢 也就是三父之仇 夺妻之恨 大部分人说她是一个年轻的优秀的教师 那么说小部分人的话呢 有没有其他声音呢 造成她的事 我们要找人 还是有少部分人听过的一些线索 民警对叶玉林的所有关系人 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询问 这样细致的工作后 终于出现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线索 一个名叫倪薇薇的女孩 引起了大家的特别注意 那么这个女孩和死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侦破工作一波三折 就在删除水赋时 一个年轻女孩的出现 为侦查带来新的契机 深入了解 她的身上竟然隐藏着破案的关键 她和死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纠合 又是什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致命爱恋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侦查员从倪薇薇的朋友口中得知 之前倪薇薇与叶玉玲之间关系不错 但之后倪薇薇与叶玉玲之间似乎有过一些矛盾 至于是什么矛盾朋友也说不清楚 对案发现场周围村寨的走访中 一条与之关联的线索也被反映了上来 从来调查走访 这个小姑娘在这个发案的前段时间 还带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男朋友过来 倪薇薇08年中学毕业后 一直在广东省打腾 在没有过年过节 家人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下 她突然出现在贵州省离家不远的地方 而没有回家 并且又正好在案发时段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有没有出口 当时我们整个状态者 可以说是眼睛一闷 而当民警想要找倪薇薇了解情况时 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子和她男朋友 到目前为止家里的人也没办法联系上 他们应该在广东那边打工 然后打的电话也不接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就有问题 调查深入越多 倪薇薇薇身上的疑点越多 但光平倪薇薇薇这样一个弱女子 是不可能有能力去实施犯罪的 这个女孩肯定实施不了 到底是贵州省人 还是怎么情侣上 在调查中 侦察员意外地发现 她的男友葛云伟的体貌特征 与监控录像上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吻合 越来越多的疑点直指这一对情侣 倪薇薇与葛云伟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兵分几路 在长沙 广东 海南 贵阳等地 同时展开调查取证和追捕工作 最终在前东南州公安局 和海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专案组很快发现了重要线索 一个门户家 拉了一男一女 是外地人 他们从不认识 并且这个男的还要受伤 之前案发现场的勘验显示 被害人身上有抵抗伤 这就意味着嫌疑人身上 过多过少也会带着伤痕 再加上线索反映出 这两人的相貌特征 和两名嫌疑人高度吻合 专案组决定立即实施抓捕行动 抓捕之后 侦察员立即对两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初审 通过审讯 那个女的就开口了 男的之前拒不就干 最后通过人们的政策 有这么强带的审计工作 他也教了怎么放出事实 凶手终于找到了 他就是倪薇薇的男朋友 葛云伟 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倪薇薇曾经的音乐老师 一个是她男朋友 这两个之前从未谋面的男人之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血案 找到以后 我们很奇怪 你们之间怎么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 一个老师 是吧 一个打工人 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点 会什么会杀人 葛云伟交代了自己作案的经历 但是对于作案的深层原因 他却不愿多说 而从倪薇薇的故事中 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 终于被还原了出来 倪薇薇曾是叶玉林教过的学生 因为叶玉林性格活泼 又很健谈 常常和学生打成一片 和倪薇薇可以说是一师一勇 所以2008年 倪薇薇从学校毕业后 两人还常有联系 当时两人就在桥上聊起了天 正在交谈中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叶玉林就邀你微微到自己的宿舍夺雨 但真正的风雨也随之而来 聊了好久啊 刚应该也是聊聊世界过得特别快嘛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两人聊得很投机 很快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 按照倪薇薇的说法 当时叶玉林想和她发生更亲密的关系 但被她拒绝 倪薇薇和葛云伟的别扭很快过去了 两人和好之后 葛云伟听到了倪薇薇口中所描述的 那天晚上的事情 她也很爱她的女朋友 然后她女朋友因为这个事 跟她说了以后 心里面很纠结 是不是 因为毕竟那事情发不发生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毕竟那个都是怀疑的东西 而且这个嫌疑人 她就心里面就解不开这一结 在葛云伟的QQ空间里 2011年6月的留言是这样的 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要死之前定会先杀了你 这应该是她听了倪薇薇的讲述之后留下的 而在7月18日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 她又在空间里写道 再次从噩梦中醒来 已不记得自己又喊了些什么 但恐惧 愤怒 哀伤和绝望 却像无边的黑夜一样包围着我 我欲哭无泪 我欲罢不能 撕心裂肺 倪薇薇或许并不了解男友的内心 已经汇集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 这些留言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很多东西 它是闷在心里 没有事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没有人跟她疏打 她的女朋友呢 她们之间呢 两个人性格都是比较内向的那种 因为我那天一直打没通话的电话 我都打电话 我那家嘛 家我那家讲什么 他什么什么在家 这房间啊 他就跟我讲 他就江西啊 这江西什么可能啊 好评我的感觉 我觉得江西啊 这人都没有好评 叫江西 西乡反过来都是江西之上 姨薇薇赶来阻止这场悲剧时 已经太晚了 葛云伟已经铸成大错 特别的耐够 很久心 还有一种将得出来的心痛 慌乱之下 姨薇薇选择了帮着男友一起逃跑 这个心里的女孩子 后来跟我们现在是以报庇罪 把她批评逮捕逮捕逮捕 监裁员已经批评逮捕 她提供条件 提供资金 学助她的男朋友外逃了 7月18日 葛云伟从广州来到台里 冒充快递员 骗取了叶玉林的手机号码 7月19日晚上10点左右 叶玉林在雷山的同骨广场 与同事聊天时 接到取包裹的电话 这正是葛云伟打来的 而这已经是葛云伟第二次 以送包裹为由 来约被害人叶玉林了 这一次叶玉林相信了这个电话 当叶玉林骑摩托车 在县城的新兴大道上 接上葛云伟后 葛云伟就把叶玉林 引到案发现场的乡村公路上 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凶器 实施了这起案件 我当希望有实现 实施了我说是一个监督 由于我们太冲动 太无知 早上起了这种巨年 也是我们没想看到 但不管只要我们在这儿 这样人已经不在了 希望大家能过得 希望大家能月亮我们 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过 葛云伟依然可以陶醉在 海天疑似的美景中 叶玉林依然可以 徜徉在她的音乐世界里 倪薇薇依然可以享受 女孩在最美好的年纪 所拥有的美丽与骄傲 但是真实的世界里没有如果 所以从这起案件来说 为什么这些 就是对青少年的一种教育 我感觉到不仅是 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些培训 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 我想有些东西 更多的是在一些 心理的一些培养 一些教育 异性交往中 友谊和爱情是有一定界限的 忽略了这种分别 就可能埋下隐患 当陷入负面情绪中时 能够及时找到疏导的渠道 避免陷入死胡同 也就避免了 由此可能带来的危险 而最重要的就是 尊重生命 遵守法律 用理性面对可能遭遇到的 麻烦争端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